这个女明星为了逃离记者的围堵 竟连人带车一起穿越到古代 女明星走下车 竟发现一个轿子停在车前 她拿出手机 可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 此时轿子里突然倒下一个女人 女明星以为自己撞死了人 瞬间慌了身 这是一群人冲过来将女明星包围 女明星看了看领头人的脸 这不是刚刚拍戏时那个跑龙套的吗 话音刚落 手下对着领头人就是一番上下打呀 女明星以为还在拍摄 大声叫着导演 让导演喊咖 领头人命手下将女明星抓住 女明星哭喊着你们演技太绝了 女明星叫秀珍 是万千粉丝追捧的顶流女演员 就在当天拍摄《平网公主传》时 剧组临时加了个 有后台爸爸的新演员 与此同时 多年的男友提出分手 并公布了与新演员的婚讯 秀珍生气至极 直接打伤了新演员 却被赶过来的记者围堵在门口 当她藏在一辆面包车旁边时 面包车的门竟然自己开了 当她上车后 导航自动设定了目的地 载着她一路飞奔 最后竟穿越到了古代 第二天道士大人准备对犯人审讯 当秀珍看到 一个犯人的手指直接被刽子手斩断时 她终于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演戏 自己八成是穿越了 道士大人下令 将秀珍和开来的怪物汽车一并出展 只见她流下了眼泪 说着自己其实是平网公主 可没人相信 眼看眼计也不管用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刽子手 拿刀砍向汽车 可刀竟然一分为二 汽车也突然发出报警的声音 古代人被汽车发出的报警声 吓得惊慌失措 秀珍马上对着车大喊了两声 车子竟然停止报警 所有人都惊呆了 此时一个男人冲出来 紧接着立房也惶恐地下跪参拜 很快秀珍享受了公主待遇 但大明星还是男人 古代的衣食住行 比如要吁吁一下 立房竟送来一个罐子大小的尿壶 秀珍大喊着要马桶 秀珍气得一把将罐子扔了出去 很快公主在此的消息传到了宫中 网上派人在宫中搜查了一番 发现平往公主真的不见了 便命高辅的长子大拥前去寻找公主 晚上秀珍想要趁夜晚将车开走 可车被盗使大人捆得很紧 完全无法打开 这时白天的男人出现了 男人叫温达 是个见钱眼开的家伙 温达说他知道秀珍并不是公主 只要把脖子上的项链给他 他就能帮秀珍逃离这里 第二天秀珍按照温达的主意 说自己要离开这里 去温达住的地方 道使大人训斥立房没有服侍好公主 立房哭着替自己辩解 温达在里屋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出来一看 温达抱起秀珍 看着秀珍熟睡的脸 另一边 奉命寻找公主的将军大拥突然拔出剑 下属以为自己犯了错 却见大拥摇头晃脑 第二天温达让秀珍离开自己的家 秀珍却让温达帮自己找车 否则自己绝不会离开 温达威胁秀珍 被逼急的秀珍再一次使用了绝招 车内突然冒出一个现代人 听到立房和大汉说要容掉车子 吓得哭了起来 原来男人是秀珍的经纪人三龙 他躲在车内 跟着秀珍一起穿越到了古代 秀珍告诉温达 车上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果然温达有了兴趣 秀珍来到车上 两人都被对方吓了一跳 看到秀珍 三龙开心地抱着秀珍大哭 温达发现车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瞬间欣喜若狂 明明准备将车子融掉 车上的三 人吓坏了 温达不小心触碰了导航 导航开启 导航规划的路线竟然是一条集市 车子飞快地在集市上狂奔 百姓都以为是遇见了怪物 路上 还与正在寻找公主的大雍擦肩而过 大雍被车见了满脸灰尘 异常烦躁 车子停下后 温达却因为汽车导航不愿意出来 原来温达以为导航是个小美女 秀珍感慨到这古代人怎么脑子不正常 大雍穿着纸尿裤来到河里洗澡 正在欣赏自己的绝世容颜时 秀珍突然出现在这里 秀珍吐槽到身材这么差 还到处脱衣服洗澡 大雍生气了 秀珍直言高辅要完蛋了 大雍一脸尴尬 转头一看秀珍早已离开 秀珍回到车上 却发现车子无法发动 猛然想起只有温达才能开启 无奈秀珍只好一路带着温达 突然车子周围出现大雾 随即急速下降 车子竟然空间穿越到了王宫 此时迎面走来一对男女 女孩自我介绍自己是平往公主 秀珍想起历史书上 平往公主会和温达结为夫妻 平往让秀珍带她离开 秀珍一脸莫名 随后平往来到车前 众人一脸猛 就在这时 大雍带着人马已来到宫门外 感受到危险的温达抓起秀珍的手就跑 等跑远后 温达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把秀珍给带出来了 听到包袱 秀珍突然想到三龙还在王宫 秀珍想让温达一起去找三龙 可温达不愿意去冒险 秀珍无助的说我现在只有你了 说吧哭着走向温达 温达内心动容 秀珍说 不是要在这里跟贵族建立好关系 透过关系进攻吗 温达带秀珍来到后院 难过的说希望用秀珍换回被卖的母亲 等把母亲送到安全的地方再来接她 却遭到秀珍的拒绝 看着眼前的大婶 秀珍想起自己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 后来奶奶因病去世了 只留下秀珍一人 秀珍哭着说为什么 在古代也是受苦的命 应该当个有钱人家的太太 秀珍说 愿意用自己将温达的母亲换出来 趁夜色正晚 温达偷偷将母亲带了出来 而另一边的秀珍已经化好了妆 准备去唱歌给将军听 但温达没有告诉秀珍 这不光是异己 也有卖身 更惨的是 今天服侍的将军 竟然是那个娘娘枪大佣 秀珍担心被大佣认出来 于是戴上了个面具 正当大佣一脸疑惑时 大佣顿时来了兴趣 秀珍拿着手机偷偷放起了音乐 古代人对凭空出现的奇怪音乐 感到恐慌 瞬间乱成一团 只见秀珍摘下发簪 秀发散落于尖 随即跳起了万千男女都爱的女团舞 大佣被秀珍的舞姿惊呆了 正当大家跳的兴致正起时 手机突然没电了 这时大佣慢慢靠近秀珍 她对眼前的女子充满了好奇 另一边本想抛弃秀珍的温达 脑海中浮现秀珍的画面 温达对母亲说有个人在等她 让母亲先走 说罢便一路飞奔 秀珍被吓得连连后退 就在面具要被摘下时 一枚暗器飞来将大佣刺伤 秀珍惊慌中摘下了面具 大佣不敢置信地看着秀珍 这不是看见自己身体的女人吗 秀珍见已暴露 慌忙拿起面具向大佣砸去 受伤的大佣命令手下 赶紧把秀珍抓起来 就在这时 一名侍卫被暗器刺死 大佣健壮急忙撤退 慌乱中秀珍摔下舞台 却被赶来救她的温达接住 或许就在刚刚 温达将秀珍救出来的一瞬间 爱情的种子 已经在两人的心中慢慢发芽了 可就在这时 两人被一个猛面人打晕 等醒过来却已遭人绑架 此时走来一个妙龄少女 祈求秀珍能帮她找到活鸟 而少女口中的活鸟 就是秀珍穿越开来的车 原来 少女正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公主平王 国王为了稳固王位 将平王公主许配给高府的将军大佣 可平王只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活鸟 带自己逃走 殊不知小汽车正被一群古代人围住 温达和无名乔装打扮后 便准备去找车 大佣来到车子前 手下们一连猛 另一边平王命秀珍为初夜上宫 让秀珍教她怎样对待初夜 当平王讲到自己未婚夫是大佣时 秀珍吃了一惊 就在这时 大佣来了 正当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大佣看见了秀珍 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男人 却被这个女人知道了尺寸 大佣害怕极了 她以为又出现了幻觉 赶紧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 温达将秀珍救了出去 出来后秀珍发现温达受伤了 赶紧将自己的衣角撕下一块 给温达包扎 两人又开始了斗嘴模式 秀珍还想说一些尖酸的话 结果被温达双手捧住了脸颊 大佣找到公主 将自己受伤时的暗器拿了出来 平王一眼就认出这个暗器是吴明的 为了保护吴明 平王只好答应了明日的婚礼 第二天就在平王要被大佣带走时 吴明出现了 他准备和大佣决意死战 很显然大佣不是吴明的对手 吴明将大佣刺伤 大佣愤怒至极 丢出一枚暗器 为了保护平王 吴明被暗器刺中 就在这时 秀珍开着小汽车赶来 连忙将平王和吴明带上了车 小汽车又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地 瞬间消失在众人眼中 另一边王上也收到消息 吴明带着平王离开了 王上想起之前的预言 三龙几经周折在车里找到了医药箱 可平王不愿意让秀珍碰吴明的身体 秀珍正想说消毒水不能洒太多 结果 公主整瓶洒了上去 吴明痛得直接晕倒 秀珍鸡肠鹿鹿鹿 想开车门拿东西吃 可小车车竟然赌气将车门关上 饥饿难耐的秀珍出来巡食 却意外发现一个白白的大蘑菇 随后摘下奇怪的蘑菇吃了 可接下来秀珍像是受到了召唤 来到一处结界 秀珍笑着走了进去 殊不知上面竟写着入者必死 温达带着众人四处寻找秀珍 很快大家找到了这个结界 温达心急如焚地冲进这座山庄 此刻的他只想救出秀珍 可当大家找到秀珍的时候 原来秀珍吃的蘑菇是孝姑 所以才一直笑个不停 三龙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三龙觉得她比任何女团成员都好看 女孩将手中的花送给三龙 看着女孩的笑容 大雍查到平网一行人来到了山庄 便跟了过来 就在这时 大雍竟然发现了停在丛林中的小汽车 大雍随手一挥 车子发出了报警的声音 因为听见了小汽车的报警声 大家很快聚集在一起 温达赶紧跑到了高处查看 果真是大雍追来了 为了不连累大家 平网决定跟大雍回去成亲 这时 温达却让平网实现当初救她的诺言 温达对着平网说 希望平网留在自己身边 直至永远 或许这一切都如历史所说 平网和温达在一起 可是不知为何 秀珍心里很难过 就在这时 整个村庄都被一团大雾包围 随着大雾散去 秀珍一行人竟凭空来到车里 正当大雍发现车里的秀珍时 小汽车再一次凭空消失 三龙告诉秀珍 或许顺应历史 让温达和平网澄清 他们才能回到现代 看到温达和平网一起 秀珍心里很不适滋味 赌气给吴明的伤口上药 温达吃醋的直接抱着秀珍离开 秀珍憋屈的发现 手臂被温达不小心抓于轻了 看来两人都不懂对方的心意 另一边平网想帮吴明看伤口 结果两人不小心都掉进了河里 吴明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是对平网一直都充满着爱意 纵使自己受伤了 她还是抱着平网回去 因为衣服打湿了 秀珍带平网到车上换衣服 平网竟然选择了一件校服 穿上现代校服的平网特别好看 吴明瞬间心跳加速 秀珍为了和平网媲美 她穿上了一件中国旗袍 温达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 晚上 三龙给大家煮了车上的泡面 大家都觉得是人间美味 秀珍还拿出酒和大家一起喝 玩到兴起时 大家开始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解开误会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温达止不住对秀珍的渴望 并稳住了秀珍 就在这时 神奇小汽车突然开始发动 冒出浓浓的白烟 三龙吓坏了 赶紧去找到秀珍 或许就是因为秀珍和温达恋爱的事情 才刺激了汽车 秀珍还是难以置信 自己竟然和千年前的祖先谈起了恋爱 温达告诉秀珍 现在只想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秀珍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突然消失 可温达根本不知道 秀珍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人 温达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鲜花 三龙想要撮合平网和温达 因为只有顺应历史 他才能尽快回去 平网却说 昨天温达已经向自己坦白了 之所以让自己留在他身边 只是因为公主不能嫁给乱臣贼子 随后还说起自己喜欢男子的样子 平网突然意识到 自己所心仪男子的样子 和吴明差不多 平网似乎明白了一切 他赶紧走到对岸去找吴明 平网伸出手想感受吴明的心意 但又害怕这一切 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最终还是放弃了 而吴明这个直男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温达要去集市上打听消息 让秀珍在路口等着他 可温达刚走 大雍带着一群人过来了 大雍感觉到秀珍就在附近 秀珍一脸惊慌 这一刻 大雍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人 再一次失去了理智 秀珍再次趁机逃走了 温达将秀珍带回家见母亲 却没有看见母亲的踪影 这时温达突然在旁边的小树枝上 看见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母亲何在 但小汽车似乎和往常不同 一阵烟雾过去后 温达竟独自一人消失了 黑暗中 温达拿着手电筒四处查看情况 这时 温达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温达竟直走过去 来人竟是国王 国王告诉温达 他的母亲被大雍抓走了 如果他能告诉公主的下落 便帮他将母亲救出来 另一边秀珍听见声响 以为是温达回来了 可当他急匆匆跑到门口时 竟看见一大群官兵守在这里 这些官兵是来接公主回去的 秀珍突然想起了小汽车 可以带他们逃跑 可当他跑回去时 小汽车竟消失不见了 公主被带回王宫 而秀珍却被大雍软禁 另一边 神奇的小汽车竟然自己回到现代 代表一脸惊讶 他直觉秀珍还活着 大雍让人将秀珍打扮好后 带到了与温达的宴会场 看着面无表情的温达 秀珍很伤心 秀珍想知道以前的种种 是否都是骗局 温达竟然说是秀珍绑架了平王 直接用刀刺进了秀珍的腹部 此时侍卫出现 将秀珍的尸体带走 大雍眼里含着泪水 想制止这一切 但被温达的侍卫拦下 温达独自抱着秀珍的尸体离开 两小时后 秀珍在一张床上醒了过来 原来温达是江国的王子 网上答应帮温达救出秀珍 但条件是让温达与平王公主成亲 秀珍惊讶地发现 书中的历史正在发生改变 扭头一看 男人脖子上竟出现了一道伤口 当再次去看时 血迹又消失了 就在昨天 秀珍答应温达的求婚后 温达竟然开始变得透明 秀珍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到现代 历史不允许被改变 秀珍恳求王上 一定要让温达和公主成亲 否则所有人都会死 却被赶来的温达阻止 温达向王上请命 阻止大雍的谋反 若是自己能活着回来 他一定要带秀珍离开 秀珍不愿温达去冒险 他只想温达好好活着 但温达坚信自己一定能改变历史 另一边 三龙突然听见了小汽车的声音 原来小汽车已被代表修好 回来接他们来了 秀珍想去战场就温达 这时候汽车突然启动了 醒来后却看见温达被大雍刺了一件 可小汽车却再次启动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回到现代的秀珍 每天想着和温达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而在千年前 温达将大雍杀死 并将自己的名字送给吴明 吴明和平网 幸福地在一起 温达跋山涉水 一心想去找一个叫大汗民国的地方 这天他突然感觉前面有一片亮光 温达竟从事空门走了进来 秀珍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两人终于跨越了几个世纪在一起了 而三龙也在此时 看见了千年前心爱的女人